最近有很多人问减肥应该是什么,除了正常的出量及蛋白质,出菜多吃,你在选择材料时,还要会看成分表。 所以今天不计就把一篇老文拿出来,带大家回顾下,如何以最快速度,看懂食物营养成分表。 一营养成分表是什么,营养成分表是,中国食品标签营养素参考值的简称,是专用于食品标签的,比较食品营养成分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,是消费者选择食品时的一种营养参照尺度。 二看懂四加一,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列有三个栏目,分别是项目,每一百克。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项目,新项目,一般而言,一份营养成分表是由四加一组成的,四是指的是最基本蛋白质,脂肪,碳水化合物,那,而一就是指能量。 而能量等于蛋白质加脂肪加碳水化合物加纳,新每一百克,因为每一份食品的重量都不一样,所以我们将包装上面的重量去成为一每一百克,就可以得到该食物的每一单项的总含量。 这包麦片的重量是五百克,那么它的总蛋白质含量,等于十八克星五等于九十克,总脂肪含量八点七克星五等于四十三点五克,如此类推,是不是甜血易懂了,哈哈哈哈。 新的Nutrient Reference Values的简称,即使的是一个成年人,一天所设入见一辆,那一包饼干为例,假设这包饼干重一百克的话, 那么,我们把它整包吃完,就意味着我们渗入了一天所需要的百分之二十次的能量,可不可怕。 三食品的种类,高蛋白食品,是指每一百克食品中,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十二克,或每一百毫升食品,含有大于等于六克蛋白质。 低脂肪食品,是指每一百克食品中脂肪含量,小于等于三克或一百毫升食品,小于等于一点五克,也可通过观察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的二位。 低于5%属于低脂食品,高于15%为高脂食品,低糖食品,是指每一百克或一百毫升的该食品含量小于等于五克, 低纳食品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第二位小于等于5%,高纳食品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第二位,大于等于15%, 对于普通健康成人来说,每天拿的推荐剩入量为1500毫克,值得一提的是那元素普遍存在各大胭脂食品, 如咸猪肉,咸牛肉,咸鱼,蜂肉,腊肉,板牙等,学会看营养成分表,是每个减肥者的进阶技能,你会了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